在1880-1900的20年里 中小型火炮的速射化 对海军发展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但同时 另一种武器也在这段时间快速崛起 并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 和火炮主导的海军主力舰形成了抗衡之势 它就是Trapidu 鱼雷 自料尼德·达芬奇 构想出岩石水下雷的那一刻开始 水下爆破就已经爆发出自己的巨大威力 但是自那之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怎么把水下爆破装置 以非自杀的方式投送到敌舰跟前 却少有可靠的解决方案 直到1866年 那一年英国工程师Wethead 发明了一种压缩空气驱动 可以朝目标自行航行的 在撞击时可以引爆炸药的武器 这就是著名的白头鱼雷 它的出现意味着四辆薄纤金这个概念 自文字传消失之后 再次浮上水面成为可能 鱼雷虽然体积较大 但是它不需要舰体提供足够的重量 以作为稳定的设计平台 原则上 只要能够承受住自身和发射管重量的船 都可以拿来打鱼雷 这就意味着 往日那些只有几十吨 只能搞一搞通讯 或者救生这个样子功能的小艇 突然就具备了同万吨巨舰 放手一搏的恐怖火力 这对于工业实力一般 甚至根本没有 只能靠买的国家来说 简直就是石仇保底 所以鱼雷变在大家的重视之下 被迅速的发展起来 自1888年 仅能在27节的速度之下 航行不到1000米 突飞猛进到1904年时 已经可以以30节的速度 航行4000米 甚至到了1910年 燃烧热加湿器发明之后 鱼雷可以以30节的航速 飞奔7000米 虽然它的命中率 依然不能够和同时期的 中小型速射炮相比 但其极限射程 与恐怖的火力 也实实在在地 威胁到了各种速射炮 而且小炮起家版 对于大船来说最多也就算平A 它鱼雷是直接开打 所以防护的代价异常奢势 需要大宋深舰体空间 吸收爆炸的冲击力 这就导致了万吨以下的中轻型舰艇 基本放弃了鱼雷防护 那些主力舰 则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舰体空间 在悬侧设置燃料舱和空舱 来抵御这些致命的威胁 所以在这一时间段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许多船的下体 突然就变得丰满了起来 好像还有点色的样子 但是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那所有一级之类 创造出一个时代的 宁建能如意 才显得更加意义非凡 作为皇家海军 数十年造舰技术的捷径 无畏使用的305毫米炮舰 对不起 无畏所使用的305毫米舰炮 在长机线测距翼等 新型火空技术的引导下 精确打击目标的距离 远远超过了鱼雷与速射炮 这也是自1880年以来 大口径火炮 首次在其他海军武器面前 占据了绝对优势 同时 更大重量的炮弹 在射击同距离目标时 弹道更加低矮 目标舰体形成的投影 面积更大 命中目标的概率 相比小口径火炮水涨船高 这就使得大口径舰炮 重新成为了海军的宠儿 无畏的进步 一方面来自大口径舰炮的设计 各位还记得速射炮革命的根基吗 对 后装舰炮 新式炮栓 无烟火药的普及 在1882年 305毫米炮 也首次采用了后装设计 射速达到了2-3分钟每发 不过当时发射药 还是黑火药 依然有炸糖等安全事故的隐患 十年之后 无烟火药被引入 这些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同时 新设计的装甲炮塔 逐渐成熟 也化出了弹丸 弹药提弹机 提弹井 完整的旋转机构和弹药整备室等结构 这使得1900年前后的大口径舰炮 射速已经普遍达到了一发每分钟或者更高 炮塔 因为完善的防御 不仅无法被速射炮摧毁 射速 弹道 火控的改进 已使得它们的精确打击距离 远超中小口径速射炮 与各种鱼雷 另一部分进步 则来自炮管加工工艺 在1890年前后 炮管多层嵌套和蝉丝工艺 被引入海军舰炮制造 这使得更长的炮管成为了可能 在多层炮管嵌套结构间 加入钢线 铜线 使得炮管结构稳定 又不会相互直接碰撞 造成损伤 配合上炮管内扩膛等技术 在短短时间之内 能制造的炮管背径飞速增加 从25 提升至40 又在10年后的1910年 提升到了50倍径 更长的炮管 意味着更充分的火药燃气利用 和更平直稳定的弹道 能够在更远的距离精确命中敌舰 这让大口径舰炮的火控革命 如虎添翼 同时 海军炮弹也在进步迅速 被帽在1903年 首次出现在了穿甲弹上 当时的炮弹被帽 还是以软缸为主 在炮弹撞击装甲高硬度表面时 分散弹间受力 保护弹体 它相比无被帽炮弹 提升了16%所有的穿甲深度 1910年前后 用于修正炮弹启动外形的 锥形风貌也开始出现 稳定炮弹外弹道 减少飞行阻力 增加射击精度与射程 此后 风貌的尖端角度 也随着工艺不断减小 以进一步减阻 另外 在接近1910年的时间点上 鹰 日 鹅 德 翼等海军列强 也开始了使用硬质背帽 替代软质背帽 进一步提升穿甲弹性能的尝试 不过这 离装备军舰还相去甚远 舰炮射击控制 借火控的进步 则更令人激动 1885年 光学测举引入海军 用于预测敌舰运动 英国海军的测举在1891年 准确测举距离为3000米 到1906年提升到9000米 一战爆发时 更是增加到了15000米 1902年 结合己方和敌方航行参数 引导火炮射击的火空计算机 首次出现 并在1904年 和集中操控舰炮的电路 一起被装上了军舰 1912年修正舰艇波浪摇荒无差的火炮 稳定器投入使用 这些通常被人容易忽视 鄙夷的进步 却让甲午日俄战争中5000米以下的肉搏战 成为了永恒的历史 305毫米以上的重型舰炮交战距离 普遍来到了10至15公里 并向20公里护射发起了冲击 主力舰的防护设计相比以前也有了改进 与前五位拥有的多级不同口径背景的主炮不同 五位舰的主炮实现了全炮打化 统一火控和完整装甲防护 动力采用蒸汽轮机航速提升到20节以上 早期的五位舰还保存了对速射炮的鸡蛋 装甲依然延伸向舰体首尾 保护储备服力 但这种完全保护到铁公爵等改进型五位舰上时 就因交战距离远超速射炮射程而大幅减少 重量转而被用到了更高的上部装甲带 和保护副炮的炮锅上 主要防护保留了旋侧主装甲带 穷甲和水平防护甲板 而上部装甲带除了需要保护更多舱室 也拥有了在交战距离变远后 防止大角度入射炮弹 威胁防护甲板的第二作用 在激荡的五位舰冲击下 海军列强军备竞赛迎来了新的高潮 五位诞生后的十余年之中 各国建造了数以百计的新式战略舰 而拥有大量五位舰的英德两国海军 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爆发了包括福克兰群岛 多格尔沙州日德兰海战在内的 多次大规模激烈冲突 这些战斗中 五位舰实现了创纪录的20毫米 对不起我错了 这些战斗中 五位舰实现了创纪录的20公里距离命中 在史无前例的战略舰对决 日德兰大海战中 英德战舰在15公里以上和时日15公里 分别达成了2%至3%和3%至4%的平均命中率 数千发穿甲弹命中 带来的是双方军舰的大量损失 虽然当时硬背帽穿甲弹尚未出现 震雷舰主装甲弹 250毫米上下的表面硬化缸上显堪用 但另一方面难题已经出现 因为地心引力和空气阻力 炮弹的飞行轨迹是一条不对称抛物线 舰炮通过抚养炮管 基于炮弹不同的出速度方向 达到不同的射程 不同射程炮弹飞行的抛物线轨迹各不相同 因为空气阻力 炮弹的水平飞行速度不断降低 而炮弹末端的垂直速度 则由抛物线最高点的势能转化而来 故同一舰炮射程越远 弹道抛物线越高 战舰命中的水平速度越低 垂直速度越高 飞行方向与海面的夹角也越大 这些远距离飞来的炮弹 会绕开旋侧的垂直装甲 直接命中薄弱的防护甲板 当时的战力舰交战距离 已经拓展到了这样的境地 以至于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的水平防护 成为了无畏舰新的阿卡六四之主 虽然战舰可以通过加高上步 天哪你这个字 虽然战力舰可以通过加高上步砖甲带 让大角度飞来的炮弹 先被上装剥去背貌 降低速度 改变飞行方向 以保护薄弱的水平防护甲板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策 日德兰海战中 英国战力舰遭遇的灭顶之灾 已经证明 上装的存在并不等于万无一失 而且伴随着新式硬背貌穿甲带 和新火空设备的出现 主力舰间更远的交战距离 已然成为定局 海军舰艇的防护设计 也必然还要经历更大的改进 但相比这些 一些意料之外的影响因素 正在悄然出现 1903年的寒冷冬季 年轻的自行车制造舱 奥贝尔莱特和威尔伯莱特两兄弟 在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 进行了他们自主设计飞行器的 第一次动力试飞 这台机器贴着地面 颤颤巍巍地滑行了几十米之后 平稳捉路 这种比空气密度更重的机械 在这强保值时似乎还没有展现出 比飞艇之类的成熟技术更大的优势 但它的快速发展 却深刻改变了海军 甚至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不过一切都还太早 战机接管舰炮的地位 成为海军主力 是远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故事 但是无论面临质疑也好 迎接期盘也罢 随着羽翼第一次划破天空的吸力声响 海军决策者们最终不得不承认 航空力量的崛起 将把海军舰艇发展 带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